这里的人种田不用机械 用牛羹 这里的人养虫做茶 泡来喝 虫茶一定要有虫是吗 少数民族传统文化如何成为带动乡村振兴的产业 牛羹人收的古老农羹挪式 如何成为这里的生财之道 请跟我们一起走进贵州省前东南苗族洞族自治州的黎平县 了解一下当地的乡村振兴产业发展之路吧 大家好 欢迎收看生财有道 我来到了贵州省前东南苗族洞族自治州的黎平县 看我身后是一大片漂亮的梯田 您可能会说啊 这样的梯田景观在全国很多地方都能看到 但是在这个地方 黎平县上中镇的牛羹部落 在这里呢 除了可以看到梯田美景 还可以跟着耕牛下地体验一把农夫生活 云雾 泉水 高山 梯田 耕牛和木屋 共同汇就了一幅首农有牛的传统农根画镇 道花香里说丰年 生活在这里的洞族百姓 世代以开垦梯田 种植稻米为主要的生产方式 这种因地形限制而无奈为之的农根模式 如今却成为众多游客眼中教育子女 放松身心 回归乡野的最佳旅游目的地 哈喽 你们好 嗨 你们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我们是从东莞 广东东莞啦 来了以后感觉怎么样 这里环境太好了 太舒服了 然后我们很少看到有这么大的这个 汐田 对 汐田 没错 感觉这个地方非常舒服 然后景色特别好 而建立起这么一个 让游客流连忘返的牛羹部落的人 叫杨正熙 他还有个朴实的外号 有牛哥 什么叫你有牛哥 因为我是有很多牛的 你有很多牛 你养的吗 没有 是我们的舍员 有多小 有现在一千一百多头了 哎呀 来了 啊 前来了 来了 来了 有点兄弟 这么小 这个是 比较久不关了 公牛还是母牛吧 母牛 你好 咱这个地方我以为会养水牛 但养的都是黄牛啊 我们这里可能是山坨路斗吧 水牛不好走啊 水牛不好走 太大了 太大了 很多地方都没养了 只是我们这里的高山地田嘛 而且东厨这个地方的人 他出去文化水平低 去哪里务工呀 也不容易 就是种一点田能够自己吃 老是这样 现在我们把它有牛这个形象化了 就是是一种有机的跟着方式 成为你的品牌 所以都变得我们平白了 牛羹部落其实是一个农业合作社 目前拥有羹牛一千多头 提铁面积六千五 而成立这个农业合作社 甚至到现在发展起了旅游产业 对于曾经是公务员的 有牛哥杨正熙来说 都是一件意外的事情 当时我是在当镇长嘛 然后到城里面去 城里面会拿最好的酒来招待你的 然后我一这么吃到了这么晚 这么好好的酒 那一碗酒就感觉到很纯 味道就觉得太不好 然后当时也没有这么在意 回来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酒应该可以开发成什么 商品 结果到城里面去问 说没有了 那酒没有了 我说怎么没有了 他说老头是死了 老头是死 那酒你们也还可以有 他说他那个老头喜欢喝酒 然后专门种了 那个当地以前我们种的一种水稻 专门用来烧酒的 产量第一 但老头是他儿子不愿种了 就不种了 不种了就喝完了 种子也没有了 水稻一共有多少品 我们在八十年代 出的就两百多个种 就在我们前农南 现在我收了 从一二年直到来 我一二年收到现在已经就六年了 只收到了六十多个种 就基本上收完了 就只有六十多种了 其实你是看到 这个原种的保育 它其实还是有经济价值 对 这个经济价值应该是很大的 收集农作物的原始品种 这正是杨正熙创办牛耕部落最初的愿望 经过几年的寻找和种植 目前杨正熙这里的稻米品种已经非常丰富 它们的色彩形状也大不相同 而且这些稻米还都有专门的动语名字 翻译成普通话就可以从名字中听出它们各自不同的特性 这个米叫什么 这叫开荒米 这种呢 这个是开山米 就是这两种吃起来会比较有力气 开荒开山嘛 对对 这种呢 就开乳米 哦 适合女性和孩子 适合婚女孩子的 这种呢 这是开严米 吃了会美容 这个呢 开泰米 适合老人家的 开泰 开泰 中间这是一种混合的 中间是百家饭 百家饭 就是很多品种 这是有六十多个品种混合的 这样的米卖多少钱呢 这个混合的这个是二十块 然后这个开荒或者开盐的话是三十块 有颜色的三十块 这三种的话就是开乳 开山和开泰是四十块一斤 一斤啊 你是只这样一袋 这一袋卖三十 这一袋 二十 这是花的嘛 这一袋是四十 不这么贵 传统的牛羹方式 打造了有机稻米的基础 让这些市场上不常见的老品种 反而成了城里人最喜欢的口粮 我们现在之前每一亩的产子是以前 现在我们平均下来 大概是两千四 有机 就做了有机以后 对 做有机后 每一亩呢 这是老百姓的 所以我们讲是连销售的话 那就赢了几十千块 一亩地啊 一亩地就十千块 那咱们按六千亩算的话 四六 两千四百万 对 倒股这块 就光这一片 是 跟牛屋落这一块 是 是的 你还有意愿把它再扩大化吗 现在很多 老百姓都很多程度想加入了 我们还是要得扩大 要扩大 去掉 1930 發展 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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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啊 不行 看着它们很容易 我完全 看着它很容易 我完全干不了 为什么 就是 你还在那儿走不惯 对 我走不惯 而且我基本上在追这种牛 这牛要把我给拉倒在田里了 我还要再跟一句 很快 田田为官的小游客忍不住要夏天体验一把了 你们是从什么地方过来的 你们是来旅游的 从广州过来旅游的 来几天了 来了快一个星期了 快一个星期了 来 等一下 觉得这儿好不好玩 这儿好快一个星期了 哇 铺子都脱了 这样凉快 这个已经下来了 压住 对 走 走 很好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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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厨河日当午 汉堤河夏土 谁知盘中餐 历历皆辛苦 就有了这样的经历以后 就知道这首诗怎么写的 对不对 对 孩子们在田里玩得尽兴 家长们在岸上看得也开心 来 宝贝们 给妈妈打个招呼来 挥挥手 哈喽 小心鱼咬你屁股啊 咬不到 在城市里面这样的生活是接触不到的 接触不到这样的生活 对对 看到他们这样 你们是不是也觉得很开心 是 虽然说觉得衣服是有点脏 但是感觉这样子 就回归农村嘛 对不对 而且的话就是 在城市里面的话 他们也不懂得一些 就是在农村的这种辛苦 在家里面基本上就是空调房 玩游戏 在这里是不允许玩游戏的 我手机都没收了 但是他们玩得依然很开心啊 对啊 挺开心的 我手机都没用 所以说 我担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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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在城市里面 是 我担心的 我担心的 就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梨平县是中国洞族人口最多的一个县 也是洞族文化的主要发祥地 因而有洞乡之都的美称 它位于云贵高原和江南丘陵的过渡地带 境内山高林密 植物品种繁多 是赫赫有名的中国名茶之乡 那么记者所说的虫茶又是一种什么样的茶呢 龟耿村的洞族老乡带着我们穿行在大山当中 一路讲解虫茶的奥秘 这边就是化香树 我们的原材料了 这个是主要的原材料吗 我看一下 小心 好嘞 没问题 哇 这个路真是不好走 是 是 山高波多瓦 压道 就是这棵树吗 对 对 对 就是这棵树 我们那个虫茶是用这个树的树叶做的吗 您看到的这个只是原材料 原材料 那不 茶树不也是摘树叶冲泡吗 这我们虫茶 虫茶它肯定是有虫才变成茶 这您还看到虫了吗 就是这个只是叶子 虫茶一定要有虫 是吗 待会咱再往上走还有虫 还有一个地方我给它安了一个很大的家 安了一个家它这里生活 我们去看看虫子的家到底是什么样的 你看上面已经好多人都在等着看了 大家都很好奇是不是 没见过虫茶 没有 好吧 那我们去揭谜去 走了 大概走了半个小时左右 我们走到了大山更深的地方 终于到了前面那个棚子 就是他们虫茶生产的重要地点 我们现在就去看看虫子到底是什么样的 好 这就来到我们的虫茶 这加了 这是刚刚我们在走路的过程当中 就这个化香叶 是吧 化香叶 化酵三天之后才能放到这个棚里面来 就是引来我们自然界当中化香叶蛾来到这里 是一种虫子叫化香叶蛾 是吧 那它是蛾子吃还是怎么样 就是它飞来之后就产卵 产出幼虫之后就吃这个叶子 那到底什么是虫茶呢 那您就猜猜了 是我们吃这个了 那我们待会就猜猜呗 那你们来猜一猜 你觉得是 这是叶子去做的 对 大家会第一感觉就是这个是茶 这个是茶 是不是 还有人能猜出什么来新的想法吗 我应该在想是不是泡虫河 对 大家见过东虫下草 是吧 它就是泡虫河 是吧 我们猜的对不对 都不对 都不对 那到底泡什么 我们泡的是幼虫产出来的排泄物 是什么 虫爸爸吗 是吧 多少这么多 哪有虫啊 白天它很不活动 哪有虫啊 白天不活动它主要是晚上吃是吗 这有这 这有这 哪哪哪 这有一只 画香业额又称宫虚亥业额 它的幼虫所排泄的黑色颗粒 经过加工 就是我们一直在提起的虫肠 虽然已经知道了答案 可神奇的大自然 还是让同行的游客感叹不已 我觉得大自然还是比较神奇的 那贵州这个地方是保护得比较好 所以才有这么原生态的东西 它就在这个里面 而且还是晚上出来 还是晚上出来是吗 然后我们现在还特别难地找到它 我还以为遍你都是 特别难找到它 嗯 如果给您这个机会让您去品尝一下 您觉得有这个蛋量吗 有 在下山品尝虫茶之前 当地的洞族小伙吴鲁亦告诉我们 这虫茶可是咱们离平洞家 创富增收的一条生财之道 现在主要是做往外销售做产品 做成产品之后呢 就是作为一个我们民族的一个 发家自负的一个门路 同时也是现在乡村振兴的一个产业 寻茶之旅虽然疲惫 却让大家收获颇丰 一下山迎接我们的 就是动寨欢乐的炉生 和热闹的长桌宴 现在上山寻找神奇虫茶 下山品尝长桌宴 住一晚洞家木屋 欣赏洞家歌舞 已经成为当地的一项 独特的旅游体验项目 而对于记者来说 最迫切的愿望是赶紧尝尝 这虫茶到底是什么味道 爬了一上午的山 大家都非常累了 你看 一个个都吃得不亦乐乎 在我们的长桌宴上呢 我特别感兴趣的 除了美味的菜品之外 还是我手里这一杯 看 冲泡好的虫茶 看到它的颜色吗 基本上是深褐色的 这冲得非常浓是吧 对对 冲得非常浓 是 也有水 你这一杯就比较淡了 对 不浓的时候 为什么给我喝浓呢 喝到它的味道 浓得好 我来喝一口 您尝尝 它看起来 是不是有点像普洱茶 它喝到嘴里 也有点像普洱茶 清香 但是又很深层的那种感觉 清香又很深层 对 越品越感觉到 那种香是肯定到内心的 会不会觉得有点怕 不会 但是如果 你没有说这是成物识的话 肯定喝一下肯定不知道这是成物识 归废山 归庚村 深藏在黎平县上中镇的大山当中 交通不便 限制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却也让很多洞族传统文化很完整地保存了下来 吴鲁伊的父亲吴通武 就因为一直采用草药和传统的动衣方法 为乡亲们看病 而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为泥腿动衣 吴通武除了精通动衣 最擅长的就是养殖化香叶蛾和制作虫肠 山上采集的虫沙经过精挑细选 要放入锅中炒干 在炒制的过程中 必不可少的是两味中药 健感风和颠白猪 炒好的虫茶究竟应该怎么充泡呢 它和普通的茶叶一样吗 吴通武为我们做了一个演示 先把开水放进去 先加水后加茶 先加水后加茶 然后呢 你看这勺子加一点点的茶 你看 这个就像是有血丝在漂一样的 有点像那个中药影片的颗粒 就马上就下面的一颗就开始化 从下面漂上来 由上面漂下去 就是一血丝一血丝一样的 对对对 吴通武虽然有这个手艺 但真正把虫茶在当地做成一个产业的 还是他的儿子吴鲁毅 小吴是当地考出去的大学生 在回家做虫茶之前 他已经在贵州民族大学 学完了四年的少数民族音乐专业 并以优衣的成绩留校任教 学习少数民族音乐 可以说最佳的就业选择就是留在大学 而吴鲁毅却毅然放弃了这样的机会 辞职回乡 带领乡亲们做起了虫茶产业 他到底是为了什么呢 我作为一个传扬少数民族音乐 传扬动族音乐的这种一个人 我是有使命的 我觉得我在大学好像学习了四年 还不够 来到这个地方把现在他们做的这个工作 更能够玄接得更好 把现在的这种民族文化 我们洞族的文化一直传承下去 吴鲁毅开始想的只是回来扎根洞乡 继续传承洞族文化 但是回到乡村遇到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靠什么吃饭的问题 后来我发现我这个父亲手里面还有很多宝贝 他一直没告诉你 然后虫茶就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宝贝 后来我们当地有一天我去聊天 跟他们聊天 发现政府还有一些企业家非常重视这个虫茶 我说这个虫茶就在我们手里面 我为什么不能做呢 吴鲁毅的想法得到了来这里投资的企业家李善富的知识 他替吴鲁毅出了建造厂房的五十万元 归耿村的村民则义务出工帮小吴建起了厂房 大家共同努力 从一无所有最终做起了一家虫茶专业合作社 而每公斤三千元的虫茶眼下已成为当地村民 走上致富道路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 去年是有一千公斤的产量 那算下来的话应该是一年能有三百万的销售收入 对 但是我不都买 还要留存一部分 留存一部分干嘛呢 因为我们这个茶是越沉久越香 越沉久越值钱 所以说它是有一定的保存价值的 就是像普洱一样就是我可以存嘛 是 你就是说我买回家以后我可以存放着 可能存个五年十年以后它就变得更加值钱了 对对 如今无论是大山深处的虫茶 还是梯田产出的传统稻米 在吴鲁易和杨正熙这样的新农人带领下 黎平的洞寨里处处唱响了振兴的欢歌 在乡村振兴的时事当中呢 我们能够看到产业发展的重要性 也能够看到旅游所带来的机遇 但是这一切都离不开人这个重要的因素 在梯平县呢 我就看到了一个又一个热爱家乡的人呢 他们投身于乡村振兴的事业当中 带动身边的乡亲们呢 共同走上致富的道路 我们也希望啊 在全国更多的田野当中 能够涌现像这样新农人的身影 这样呢 我们也能够看到更多收获的笑容 好了 感谢收看本期的《生财有道》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你们来这儿坐这儿吃 一边吃一边聊天 就要喝茶一样的 对 这还蛮有意思的 在这儿玩一会儿 聊个天 朋友在一起 在这儿一般一个小时左右吧 车友 我车友一起玩过来 守住山川万物田 创新致富好收获 敬请收看下期的《生财有道》